不管那事呢 公司让我罚谁我罚谁 你靠点边啊 别哪棵树倒了 把你给砸了 你靠边 行的你赶紧带这工具回去吧 你老让我走啥呀 我不把活干好的话 不给你和咱们公司丢脸呢 咱们 你啥时候成我们公司的了 你不总不回家吗 我上你公司就找你去了 正巧赶上你们公司缺人 就相容我了 他们问我 你以前是干啥的呀 我说我呀 在园林工作 他说你具体是干啥的呀 我说你给我具呢 我什么都能干 就真的 就把我录用了 他们说你得填个表 必须填单身 这会儿再好找 我这一打听 你行了 你填的是丧偶 那对不起了 我必须改嫁了 林亮你别说了 咱俩事回头再说 你赶快回去 不是 哎哎哎哎 回去吧 咱俩现在是同事 请不要打扰我工作好不好 我先把门口挡车 为那柿子树干倒 柿子树我这么一干 他这么一倒 门砍子往下这么一夯 往上咱俩在楼 你看啥柿子树 人家是风水 你这你捣乱啥 他捣乱风水 我必须干脑 干什么呀 你这是捣乱 他扎眼 你知道吗 哟 这小老头还不错啊 笑容挺精神 我跟你说啊 在我家干活 我长话短说 第一 你管着他 第二 你被他管 第三 你好好管他 第四 你看着他管好你 第五 你管好你自己 那不一个意思吗 第六 你别管我啊 干活这 大家